在璀璨的娱乐圈中 新二代总是备受瞩目 他们承载着父母的期望与压力 每一步成长都牵动着公众的目光 而董捷与潘岳明之子鼎鼎 更是因其出众的颜值和特殊的家庭背景 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近日 董捷带着鼎鼎拍摄的一组时尚大片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新二代的光彩 也让我们对其未来之路充满了期待与好奇 董捷与潘岳明的婚姻 曾被誉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他们的感情之路却充满了曲折 离婚后 董捷曾一度不让潘岳明见儿子 令潘岳明备受煎熬 尽管如此 他从未对董捷说过一句怨言 将体面的风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 两人关系逐渐缓和 潘岳明也在社交平台上与董捷互动 展现出为了儿子而共同努力的决心 对于鼎鼎来说 身为新二代的他 注定要在聚光灯下成长 承受更多的关注与压力 然而 这也为他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资源 若他选择踏入娱乐圈 那必将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 董捷与潘岳明作为父母 他们的爱与支持是鼎鼎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 让我们祝愿他们为了儿子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放下过去的恩怨 共同为鼎鼎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成长环境 毕竟 父母的爱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依靠 只有在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中 孩子才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董捷 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演员 以其清新脱俗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他的儿子鼎鼎 更是继承了母亲的优秀基因 颜值出众 让人一见难忘 在董捷最近拍摄的时尚大片中 鼎鼎以童星的身份亮相 与母亲一同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她的眼神清澈 笑容灿烂 仿佛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照亮了整个舞台 随着这组照片的曝光 鼎鼎的颜值迅速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许多人纷纷表示 鼎鼎的颜值完全不输于她的父母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的出现 无疑为娱乐圈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让人们对新二代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在鼎鼎的光环之下 却隐藏着一个令人费解的身世之谜 由于董捷与梁朝伟曾经合作过多部影视作品 且两人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关系亲密 因此曾有传闻称董捷与梁朝伟关系暧昧 这些传闻虽然未经证实 但却在网友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 当鼎鼎的颜值曝光后 有人开始猜测鼎鼎是否是梁朝伟的儿子 这种猜测虽然荒谬 但却并非空穴来风 毕竟在娱乐圈中 类似的绯闻和猜测屡见不鲜 对于这样的猜测 董捷和梁朝伟都未曾给予回应 他们选择保持沉默 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而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不要轻易地将自己的猜测强加于他们 除了身世之谜外 鼎鼎的家庭背景也充满了复杂的情感纠葛 董捷与潘月明的关系曾起伏不定 两人经历了从相识 相恋到结婚 离婚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感情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磨难 离婚后 两人虽然各自有了新的生活 但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却依然存在 潘月明对董捷始终怀有真挚的感情 尽管两人已经离婚多年 但他在公开场合仍然会提及董捷和鼎鼎 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这种深厚的情感让人感动 也让我们对新二代的成长环境充满了关注 对于鼎鼎来说 他的未来之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作为一名新二代 他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 他可以借助父母的影响力和资源 轻松进入娱乐圈并获得关注 这同时也意味着 他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期望 他需要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赢得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娱乐圈的璀璨星光中 董捷以其清新脱俗的气质和扎实的演技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董捷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 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 他的童年并不富裕 但父母对他的教育却从未吝啬 自幼便展现出了对舞蹈的浓厚兴趣 董捷在十岁前便开始了舞蹈的学习 那段日子里 他每天早出晚归 刻苦练习 用汗水和努力浇灌着自己的梦想 这份坚韧和执着 也为他日后在演艺圈的打拼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 董捷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在央视春晚上 他作为谢霆锋的伴舞出现在舞台上 优雅的气质和灵动的舞姿 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这次亮相也让导演张艺谋注意到了他 随后便邀请他出演电影幸福时光 这部电影让董捷一夜成名 他凭借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第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电影新人奖 及第47届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奖 从此 董捷的名字开始在娱乐圈中展露头角 成名后的董捷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他深知在娱乐圈立足不易 需要不断地努力和付出 于是 他接连出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如金粉世家 梁山博与朱英台等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金粉世家中 他与成坤 刘亦菲的合作 更是让观众看到了 他扎实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同时 董捷还积极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 他的努力和坚持 让他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荧幕女神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董捷的感情生活 却并非一帆风顺 他与梁朝伟在拍摄电视剧 地下铁石相识 并传出飞闻 这段关系最终并没有得到 外界的认可和支持 面对舆论的压力和质疑 董捷选择了坚强的面对和承受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坚韧和勇气 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和支持 如今 董捷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多个阶段 从一个舞者蜕变成了备受瞩目的荧幕女神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付出努力和坚持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在董捷的人生道路上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书写了一个个精彩的篇章 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在娱乐圈中 新二代总是备受瞩目 他们承载着父母的期望与压力 每一步成长都牵动着公众的目光 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新二代的存在和发展 他们并不是父母的替代品或延续品 而是拥有自己独立人格和梦想的个体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努力 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新二代在成长过程中 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他们需要面对舆论的压力和绯闻的困扰 需要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纠葛 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健康 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 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和信念 最后 让我们共同期待鼎鼎的未来之路 相信他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 而下期见